继美国副总统拜登之后 北京市民这几天急报了摇记炒干小吃店 争相体验79元的五人份总统套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北京刘老根会馆最新开张 推出2000元首长保健菜 两者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价格上的悬殊吗? 请看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21号上午在四川大学 发表演讲时表示 美中存在最大的分歧也就是人权 这句话似乎给平民价的总统套餐 和天价的首长保健菜做出了最好的注脚 8月18号 美国副总统拜登和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 以及家属一行五人来到北京鼓楼 摇记炒干小吃店用餐 据美国驻华使馆发布的中文微博显示 用餐费用总共79元 但拜登在结账时对店主说 给小店带来了不方便 他感到抱歉 并掏出100元结账 剩余的按照美国习惯作为小费 南方都市报评论说 拜登的级别有多高 这个不言自明 而中共官员够级别的处级以上官员 工作餐也好 酒厂也好 一概要到新级宾馆内大吃大喝一顿 拜登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店开吃 对于中共官员来说实在是太寒碜了 北京最近新开张的刘老根会馆推出首掌保健菜等菜式最贵的达2000元 基本上都是成本偏高的海鲜 这家会馆的老板就是被称为中宣部文艺代言人的小品演员赵本山 重庆晚报的报道说 刘老根会馆消费最贵的是供客人包厂所用的几个四合院 其中赵家大院最低消费每天18万元人民币 专供中共官员公款享用 大陆网友对刘老根会馆的天价首掌保健菜表示讥讽 有留言说猪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也有网友说中国是首掌的天下 建议将首掌保健菜改名为马屁菜 而湖南省恒南县委办下发红筒文件 要求各单位必须到指定的新权宾馆定额消费 109个单位在一年内要消费170多万元 费用全部从县财政公款中扣除 有资料显示中国公款吃喝开支 2005年已经达到6000亿 是国防开支的三倍 中央单位公务接待一年花费超过14亿 地方政府和央体公务接待费用资料 更令公众择折 北京2010年公务接待费为0.9亿元 陕西2010年公务接待费为2.05亿元 上海2011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3.3亿元 在豪华奢侈的首掌保健菜的中国大陆 美国总统却从容享用79元的平民餐 民主国家总统的平民作风 让中国老百姓感慨 拜登和顾客的合影也被网友纷纷转载 21号上午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 美中存在最大的分歧也就是人权 拜登强调说 相信人权发展是使国家前进的动力 有评论人士据此指出 拜登的这番话正好道出了民主国家制度 和中共极权主义制度的根本不同 新唐人记者许民、周新义 综合报道